妹妹 姐姐 你这 爱姑和我们也算是几十年的相识了 我真不敢相信她会害月儿 志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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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这是不是药渣 没错 在哪儿找到的 在柴房的柴堆下面 不好 我得马上去见太医令 女余志 此事你能确定 奴婢不敢有半句谎言 太医令开的安胎药确实被人动了手脚 经查证 那人不仅在安胎药的成分和用量上 做了文章 还在里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 是什么 在被找到的药渣里 发现了大量的水质 那东西是破血清淤的良药 但怀有身孕的女子 是万万碰不得的 胆大抱天 因为那爱姑与奴婢一样 都是王后陪嫁带过来的女医 奴婢以为是可依赖之人 举荐她照顾八子 谁知她竟包藏祸心 奴婢有罪 臣用人视察 请大王责罚 好了 念你们二人 昨日救护芈月和王儿有功 算你们功果相提吧 谢大王开恩 寡人还有一事要问你们两人 王后那安身丸是怎么回事 王后用的安身丸 是楚国南蛮之地的秘方 对此药 女医治应当更清楚些 这种秘药的确有迅速催眠 令人昏睡不醒的功效 但长期服用却是伤身的 想来王后本人可能并不知情 好了 你们下去吧 是 你以为如何 大王不必问老奴 依老奴看 大王心中早已有数 代茂是王后心腹之人 那爱姑又是被代茂之时 寡人宁可相信 王后并没有害人之心 王后若被蒙在鼓里 那安身丸 定是代茂 为了自己主子开脱的手段 大王说得甚是 可惜那爱姑还没有抓到 大王尽管放心 既然已经全程通缉 她跑不到哪儿去的 不管怎样 凶犯是王后的人 王后仍有失察之过 多两天两夜了 就这么昏睡不醒 可怎么是好啊 太医说了 夫人生产时太辛苦 一切已经用光了 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来 全凭运气 可怜的月儿 夫人醒了 夫人醒了 月儿 月儿 孩子 快 快 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 日儿 你总算醒了 你都睡了两天两夜了 吓死我了 大王 大王每日都来 还有王后 其他嫔妃啊 也不时派人过来打探 还送来了礼物 樊长使还送来了一套小微乳 给小公子 那针线好精巧 八子 你看 是男孩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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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孩 是 男孩 男孩 男孩好啊 男孩真好 男孩以后就不用做婴了 可以自己争君故 领封地 自由自在地活着 不用像你娘亲 和你外祖母一样 王后 王后 听说爱姑姑被抓了 关进了永巷 还没用刑就什么都招了 她说这一切都是 戴冒姑姑谋划的 戴冒姑姑要她下药害芈月 和芈月肚子里的孩子 为此给了她许多财物 还许给她在楚国的家人 很多好处 姑姑好糊涂 大王看了口供 雷霆震怒 说 说什么 大王说 说 你说吧 我受得住 大王 大王 大王说 戴冒姑姑恶机祸盈 所以 要被消守示众 我受得住 会挂在宫墙上 是 我要去救姑姑 王后 以前我是因我而去 姑姑生死攸关 我要去救她 王后 可是大王已经下旨 殿下谁都救不了姑姑了 不 只有一个人可以 只要她肯说话 一定可以救得了姑姑 好 八子 王后来了 姐姐 你们都出去 我因为没有话说 出去吧 是 姐姐 坐下说话 妹妹 姐姐 你这是做什么 戴茅姑姑以身释法 的确该罚该杀 但她自幼照料姐姐 与姐姐情同母女 姐姐不忍看她身受益处 只要妹妹求大王开恩 留戴茅姑姑一条性命 妹妹要什么姐姐都答应你 姐姐起来说话 不 好 除非妹妹大爷 替戴茅姑姑向大王求情 姐姐糊涂 姐姐带月儿 恩重如山 妹妹从小受姐姐庇护恩惠 若有所求 月儿无不答应 但戴茅不通 她为非作戴 心乏不容 更何况 她是百毒之缘 她日日夜夜言辞蛊惑 离见你我姐妹情依 她为鬼为狱 最终害人害己 姐姐救她 是饮阵止渴 戴茅去了 那是姐姐的一大幸事 姐姐不该为她说情 我更不该留她 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更是为了姐姐的缘故 不用说那么多 总之 您是不肯 除恶物尽 芈月 不能做违心之事 哪怕姐姐这样 第三下四地求你 我求你了 姐姐是明理之人 戴茅罪念深重 天地不容 嗯 姐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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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怪我 王后 这边 打开 就是这间 姑姑 姑姑 珍珠 珊瑚 你们两个死丫头 此刻把王后带到这种地方来 姑姑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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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不要怪罪大帽 是我一定要来的 王后今知欲宴 万万不该如此任性 戴帽是有罪之人 已经连累了王后 从此 王后不要再跟戴帽有任何瓜哥 姑姑快起来 姑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姑姑是母后身边最亲近的人 母后将姑姑 只怕跟着我来到秦国 就是把母后的爱 一并带过来 在秦宫 无论经受多少周周 哪一次姑姑不是为了我受苦 姑姑 如今又身陷牢狱 姑姑看着你长大 你是姑姑的心头肉啊 我后只要告诉我 那个孽障 到底被我除掉了没有 哥哥 哥哥不要说了 哥哥落死地步 为的就是这一个念想 你快告诉我 还是没有 那 那念想的孩子呢 至少那孩子被除掉了吧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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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如何对得起威后的嘱托 如何又颜面去见威后啊 姑姑 姑姑 糊涂 你若能放芈月一马 我们在宫里 于是再忍一忍 总能与她相爱无事 何苦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王后打算稀释宁人 可那芈月绝非是省油的灯 王后莫不是忘了 临来秦国前威后给王后讲的预言 八心出世 当诸天下大变 那个芈月 是要抢你王后和我们荡儿的太子妹分的 她就是要抢走本归属于你的所有东西 奴婢怎能袖手旁观容她得逞啊 可是我不能没有姑姑 王后 王后此小宅心人后 姑姑给你做什么都值得的 但若不是王后心肠太软 一次次地阻止我下手 或许 我们早就除去了那个心头大患 但不怕王后怪罪 就是怕你从中做客 姑姑这次 才狠心给你服了安神晚安 姑姑去了 去给威后请罪 以后 以后 护不得你跟荡儿周全了 凡事都要靠自己 不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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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王后不哭 姑姑没有其日 上路前 有王后为姑姑送行 姑姑走得踏实